好 有書的同學請拿書出來好嗎 如果沒有書也沒關係 初級書 好嗎這個啊 有書 把書拿出來好嗎 我們上課中會講到 然後沒有書的同學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PPT 然後會告訴大家 在初級書哪一頁去參考 對嗎 OK 準備好啊對 還有做筆記啊非常好 這個Skullin提醒我了啊 筆記和紙都準備好了開心 我是Kindle榜好啊 OK 我們聽點音樂好嗎 你們在哪裡是在家裡在公司 還在學校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家裡吧 今天北京特別熱啊 在家 紫維你好 海諾 雪雷家裡 小塔也來了 墨掛心頭 假期管周 好多老面孔 周麗你好 Aaron Aaron在美國 美國現在應該是早晨吧 Aaron告訴我美國現在幾點鐘 你在美國哪個地方 小青 小青 你好 OK 啊 早晨七點半 哇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啊 Boston 你知道我有個學生在Boston OK 是 現在應該要上 上高 上升十幾年 十二年級 OK 也是我們 也是 晚上給他上課 他是一大早 也是 對我的晚上去你的早晨 一大早爬起來 啊 辛苦辛苦 Aaron Good morning Aaron 早安好 小青沒有認識你 Ibe your heart I think of all 對的 差對了 還要等他 t when I die take your heart custom Look that it's all I know that 心里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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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开始上课 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你们又来到我的课堂 为什么不是你们又来到 因为好多是老面孔 大家也有欢迎新的朋友 欢迎新同学过来好吗 风扇同学应该是新同学 好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张老师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考验难题 我们讲初级语法 我一直讲过初级语法其实真的不初级 因为初级讲什么 讲了很多名词 讲了很多限定词 冠词用法 其实冠词限定词名词 非常难 比诗太好难 所以我今天的初级课 也不简单 但是我是考虑到怎么讲 因为很多东西会跟着我一直学下去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课 第一次课要给大家 把英文的语法体系 给梳理一下 OK 我一直强调学英文一定要有完整一个体系 这体系什么样子呢 我今天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OK好 红三同学看到了 佳琪你好 小塔你好 好 姚璐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按照 安排计划安排式 英语法的词为体系 OK 好 那么讲到语法 大家脑子里有什么样的体系吗 先梳理一下好吗 自己想一下 就说你的脑子里语法体系是什么样子的 讲到语法你们会想到什么 实态想到的是吧 那我要问你多少个实态 主卫兵很好 16个实态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太棒了 主卫兵定撞补 OK 好 这是CQ CQ你好 01815 主卫兵定撞补 那其实 以后你要看到我的具体成分 你就知道 主卫兵定撞补这样的顺序不好 从今天开始大家改一下顺序 叫主卫兵 补撞定 主卫兵补撞定 好 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给大家一个概念 一般 我知道 大家叫圣口就是主卫兵定撞补 但我要改一下叫做主卫兵补语 撞语 然后是 待会儿撞语的撞在哪里 我在找撞语的撞语 OK找到了 定 OK 好 好 我在 我在白板上写 大家有看到吗 好 在白板上写了看 主卫兵补撞定 尽管大家熟悉主卫兵定撞补 很快看到很快看到 很快看到 没有哦 清清你好 清清 我在QQQ一直看到你 清清 好很快看到我在刷 我在不断刷不断刷 摇路好 有了 Cycle你好 好 好 也许刚开始就是太习惯 因为大家都熟练的很习惯的叫主卫兵定撞补 我觉得那么叫不科学 我们要把它改成主卫兵补撞定 补撞定 好 那有哪位同学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采用这个顺序呢 采用这个顺序 海诺说得很好 因为这个定语 最后这个定语它不是句子的成分 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定语不是句子成分吗 当我们在初级语法会讲到 讲完之后你就深刻理解 为什么说定语不是句子成分 它真的句子成分在句子层面上成了就五个 是主语 畏语 兵语 补助语和壮语 那为什么把补助语摆在壮语前面 是因为补助语它是句子动词决定的成分 有没有补助语是未动词决定的 对吧 所以呢 兵语补助语 它是构成句型的最基本要素 撞语不是动词决定的 撞语是比如他跑得快啊 他英文歌唱得很好啊 像这样很好快 都是撞语讲动作 那他不是动词决定的 动词不能决定有没有撞语 听明白吗 而兵语和补助语是动词决定的 所以这样的顺序大家就清楚了 足语畏语必须有 然后兵语补助语是动词决定的 然后撞语和定语 动词没法决定 但是撞语呢也是句子成分 而定语呢是名字端语成分 所以主为兵补撞定 这个顺序比较科学 OK 很好 这是大家说到语法的体系在这里 OK 那我们再想一下 语法呢 除了句子成分 这是简单句子成分 好 这么讲都比较琐碎 对其实我希望更加宏观 OK 更加宏观 所以这个语法体系 一开始要建立起来 在我书的初期书第六页 有些东西可以打开看 没说的东西也没关系 我把这句话写在这里了 OK 在我的初期书第六页 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语法学习一定不能是 凌乱不堪的一旁散沙 OK 应该是一棵什么 充满生机的语法知识树 OK 像一棵大树 听明白 大家想一想看 那树啊 那树一定是再大的树 它一定有个树根 对不对 一个树根 然后每个主杠 枝杆 树叉 它逻辑都层次都非常清晰 所以我相信讲到树 你们就明白了 层次要非常清晰 OK 好 讲这个树 其实我想说 如果是讲英文语言 它是听说读协议 听说读协议 这些基本技能 它是树的树冠的话 那么 这个技能底层是什么 是语法知识 是语法知识 OK 好 我们再看 给大家看起各样的树型 好吗 好 这是一棵树 对吧 比如说这上面就是 听说读协议的技能 底层是什么 这底层就是语法 语法是语言的基本根基 OK 在这里 知道怎么去写听说 都是与语法有关系 OK 各位各样的树看一下 好 这个树差别很大 对吧 形状差别很大 但它都是来自于它的根部 有了根才能长得脂肪也貌 因为语言也是这样 有了重要的语法基础 你才能去造句 才能去读懂句子 OK 所以特别重要 这也是一棵树 对吧 各样的树 但是它都有 有根的 尽管形状外形 这也是树 对吧 外形差别很大 但它有树根 好 这是做一个类比了 这个树也很奇怪 是吧 树根这么奇怪 但是 没有树根 这个树肯定活不了 所以没有语法 你的英文不可能好 比如说老爱不学一块 因为它本能 它潜意识是知道的 好 这是我在台湾 台南安平树屋 拍的那个大榕树 有去过台湾的同学 应该知道 是吧 你看 这个榕树为什么能长这么大 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气根 能把整个屋给包裹起来 OK 是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 这个树就不容易 有了这样的基础 它能够把 你看 这底下 我就在树罐上 在上面了 有机会去台南 对面有很多人 这全部在树上 很巨大的一棵树 OK 去过台湾 台南的安平树 应该知道 这全部是被树包围的 好 就因为它有强大的气根 才能脂肪液嘛 咋好 学英文也这样子 OK 所以语言 它的根根基是语法词汇 语法词汇 然后 就语法本身来说 它也是一棵树形的 好 最后我们看这个树 你们看到什么了吗 这根部是吧 是不是看到很多人脸了 看到了吗 能看到很多人脸吗 你们看有几个 看有几个 能数出十几个的吗 这是一个 这两个 是吧 这是三个 这是四个 OK 这是五个 六个 这上面七个 这八个 九个 回家进去数 好 这也是数 好 所以我们的 英文整个 英文字句子也是数型的 其实我讲了三个概念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好三个概念 第一 整个英文语言 它是个数型的 你还听说读写 如果是数的枝差 那么语法在根部 这是第一个数的概念 听明白吗 第二个数的概念 我需要你们就语法本身来讲 它也是个数型的 也就是说各个语法项目啊 你都要 层次分明 逻辑清晰 就像我写书一样 层次很清楚 对吧 所以语法本身也是数型的 这第二个数的概念 能听懂吗 第三个数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英文造句 英文句子 英文句子也是数的概念 英文句子也是个大数 怎么讲 英文句子都有主与加位 主与加位 就像那个树根一样 它的枝干 主干 然后各种修饰成分 各种修饰成分 就像它的trunks 它的枝干 它的grunches 所以我要讲到三层的 树形结构的意思 能听懂吗 英文句子本身是一个大树 永远是有主语加位语 其他冰语啊 补语啊 壮语啊 都是质感 对吧 句子是数型的 然后整个英文语言也是数型的 你那技能都是上面的东西 根基是词汇和语法 整个英文语言 然后就语法本身来说 你要也能建立起数型结构 OK 数型结构意味着什么 因为每个语法项目之间 都会联系的 比如说 就这个例子 假如这里是个什么 这里是个定义重剧 这块是定义重剧 然后分子在哪里 分子在这里 假如分子在这里 可是呢 分子在这和定义重剧在这 表面来看 差别很大 距离隔了这么远的吧 但你要往底层看 来 同学们看 往底层 往底层 它是有联系的 连到哪 借助于根部 借助于根部 每个之差就有联系了 明白吗 但我这么讲也许有点抽象 后面会有更多例子来讲 好 我们今天呢 语法体系 我想给大家有三大块吧 第一个是名字短语 第二个是动词 短语和动词 与动词有关 围绕动词展开的 第三个是什么 简单语和重剧 简单语和重剧 所以有这三大 如果是讲树的话 像三大枝干吧 叫brunches 三大枝干 好 名字短语 动词和重剧 简单语以及重剧 我希望大家以后学到任何的英文的知识 你都把它归类到这三个枝干里面去 OK 好我们下面再进一步细分 进一步细分 好 这就像这样一棵树 你看这个树有三个这个 枝干 对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比喻成是名字短语 那名字短语呢 因为晚上分成很多树叉 每个树叉 就是每个的不同的语法项目 OK 这是名字短语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呢 我们把它看成是动词方面的 对吧 动词方面呢 有实态 这个动词方面呢 诶这是虚拟语器 其他动词 其他动词呢 有虚拟用法 有正常用法 明白吗 诶 这个可以看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一孩子动词啊 这动词呢 这个 非味动词 非味动词 非味动词晚上熟 非味动词晚上熟 这是不定词 这是分词 这是动名词 听到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希望你们对英文语法体系 你脑子里就是一棵一棵大树 每棵树之间 枝叉之间的联系 都要能建立起来 我不希望它是一个零散 僵化割裂的东西 不是这样 OK 好 再来看这块是什么 这块我们可以看的是虫句 看到没有 这个枝叉像个虫句 再分很多叉 分三大类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把语法看的三大枝叉 名字短语 来动词 然后虫句类的 所以总之你要把整个看的是一个语法知识数 不能散 你散就乱了 OK 好 莉莉说的很好 那么主观就是什么 主卫兵加分支 可以啊 那就句子来讲 句子层面来讲 是主卫兵加分支 就句层面来讲 OK 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去类比 什么去想 我希望你们都是有逻辑体系 清晰的体系 这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一个理念 以后想到英文 你就想到脑子里就有一棵大树 你要找大树 你找这里 这个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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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吧 这个枝干 和这个枝干 看似没有联系吧 看到没有 你这个枝干在东边 在右边 你这个枝干在左边 看似没有联系吧 可是你往下找 来 往下找 往底层走 往底层走 哎 通过这个联系来吧 你看啊 你这怎么联系来 来看看看看看 看到没有 来来 联系来了吧 明白这个意思吗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不要把 各个语法项目 割裂起来看 分词和定义重有联系吗 当然你有联系 啊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器 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啊 情态动词虚拟语器和不定式飞飞 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哪里找联系啊 在哪里看联系 往底层看 听明白吗 你往底层看 你在浮在表面呢 你浮在这表面 啊 这个枝干 和这个枝干有联系吗 你浮在表面 你是看不出联系的 请你们往底层看 往底层看 越往底层 越往底层 最终都到最根部了 这就有联系了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理念 听明白 啊 至少这个方法论你们就知道了 以后 把所有的语法点全联系来 比如说 我刚讲这明信团语啊 明信团语比如说 这是罐子有法 这罐子啊 罐子在这个小角落里 是吧 那我实态在这里呢 实态 你说这个实态和罐子没有联系吗 实态和罐子没有联系吗 有联系啊 实态和罐子怎么能没联系呢 哎 这是罐子用法明信团语 这是实态没有联系吗 有联系 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来我现在就举个例子啊 举例来跟你讲 实态和罐子没联系吗 好 看这里啊 大家想让你看 实态和罐子怎么联系起来 这是我的观点啊 如果你是老师 你怎么认证给你学生听 怎么认证 自己动脑想一下 在我讲之前 你动脑想一下 实态和罐子有什么联系 哈哈 哈哈 好 听好啊 我要讲水在32度沸腾 我都想打了 一百度啊 一百度啊 一百度沸腾啊 哎 好 好 空格这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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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好 那么第一个空格 我说水在一百度沸腾啊 正常的大气压什么情况啊 不考虑 其他条件是正常的啊 好水在一百度沸腾 请问这个我是在做一般陈述 对吧 在做一般陈述 那做一般陈述 我这我这个水是讲水 这个物质还是说我眼前这个水 是我看了眼前这个水吗 是物质 好是物质 不要加罐子 这里应该用boys 对吧 用boys ok 所以应该说是什么 应该说是 Water boils up ok 啊 底下这个呢 水开了 水开了这个不是泛指水 是特子眼前的水 特子眼前的水 水开了 the water is boiling 好看 看白板 能看到吗 能看白板吗 啊你们这么快就看到了 这么快就看到了 也奇怪啊 好我再讲一点啊 所以第一个我是讲一个科学真理 一个物理的真理 就是水在100度沸腾 那么说成water boils at 100 degrees 所以这个boys是一般现在时 讲一般规律 那么这水是针对所有水这个物质啊 所以它是个泛指 那么泛指大家知道 水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泛指的话 是不要加罐 加罐是特子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罐就没有了 叫water boils ok 那底下这个我要说 水开了 水开了 我是尝在眼前呢 我看到的话 我听到的那个水 所以这个是特子水 所以叫the water 那么特子的水是 此时此刻正在看 叫is boiling 这不就是 is boiling 这不就是定罐词the的使用 和时态有联系 听懂了吗 定罐词 所以这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啊 第一次听说啊 原来还这么还还可以这么看啊 所以这叫学活了 待会我再写东西 联系 啊 等等 ok 好 所以定罐词和时态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所以这是上面啊 唯语是吗 我没说错 唯语 唯语说这样果然很多语法都有联系 想通了确实微妙 没错 这是 红薄 红薄 还核心 ok 以为 我以为是ease后面用boil加rnc 我以为是有ease后面 所以后面要加rnc 这什么逻辑 不是啊 因为是要 我讲眼前这个水嘛 我讲眼前 我看到这个水 我在那个什么 水壶在烧那个水 那不是特子吗 对吧特子 所以特子要讲the water the water 好正在看is boiling 对 水正在沸腾 对 水正在沸腾 正在开嘛 所以是一个泛指和特指的意义 那么泛指泛泛谈呢 正好和一般现代史文和一般现代史也是谈一般规律 对吧 所以冠字和实态有联系 ok 莉莉问了 是指句子层面吗 是指句子层面 但是指句子层面 ok 好 其实语法规则都有内在联系 只不过 只不过 我们传统语法 老师没有教 没有讲 大家意识不到 好 这个举例子说明了吧 ok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个树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树 来 我们再类比一下 再简单类比一下看 这是灌字热的用法 是吧 灌字热的用法 实态在哪里啊 实态是在这里 你看这个树干和这个树干 看起来没有联系吧 但你往底层看 往底层看 都是有联系的 好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理念 就是希望你们把各个语法项目 都要看到联系 当然 需要功底 的确需要很好的功底 功底 功底不够 你只能浮于表面 浮于表面 看不到联系 你要深入进去 你能看到万千世界的变化 都有内在联系 这就是我看英文 我现在看英文就这么看 ok 所以你随便拿一个英文句子来 我都可以给你讲 你想让我讲几个小时 都能讲几个小时 为什么 我全部通过 一层层联系起来 要讲给你听 我的课上 我的课上 也会把这个联系 交给你 交给你 因为我知道 这里有很多英文老师 ok 有老师说 马上老师 我发现我按照你的方法 给我们学生讲课 效果 感觉就是不一样 学生特别爱听 这么 再给我留言说了 红博是不是 是你留言是吧 好 我们又玩一下 好 那这个鱼的图 我在公开课 免费公开课讲了 如果有同学没听过 我再简单说一下 这是讲鱼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鱼的故事 来把鱼法体系 进一步深入的 更底层的交给你 好就讲 有两条小鱼 对吧 这两条小鱼 ok 在海里游啊游啊游啊游 诶 这时候呢 对面游过一条大一点的鱼 一个老一点的鱼 ok 然后大鱼就问小鱼说 诶 这水怎么样 问完这个问题呢 小鱼一时 发愣了 为什么 他没听懂 所以小鱼就没理大鱼 就直接游走了 大鱼小鱼就游走了 游走了 好 等大鱼不见了 其中一个小鱼问另外一条小鱼说 诶 到底什么是水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水 我从来意识不知道什么是水 好 那大家想想看啊 想想看 鱼生活在水里 它竟然不知道水 ok 好 那这样一个类比 这样一个故事 这样一个寓意是什么 寓意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很多 那拿在语言这个语境来讲 我想把它寓意解释成说 这个水就是母语的环境 这个鱼 小鱼就是我们母语的人 所以母语的人 对母语的环境 对母语很多东西是不知道 意识不到的 意识不到的 而大鱼是什么 大鱼是研究语言的人 研究母语的人 他才能意识到 其实我们生活在水里 他才能意识到我们母语的东西 ok 所以母语人对母语 很容易意识不到 是一种本能的东西 他长期生活在母语环境 长期生活在水里的环境 他从来没有脱离过水 以及他不知道什么是水 他以为水不存在的 没有吗 ok 好 艾伦说 能出高考作文体这个故事 没错 这个故事寓意特别多 好 所以同学们 你们也是这条鱼 某人来讲 大家也是这条鱼 那么大家是这条鱼 那么我们的 这为水环境是什么 是中文的水环境 是中文的水环境 对吧 只有学中文到老外 才能意识到水的存在 那换个方面来讲 另外一方面来讲 对于英文人 在英文环境里 也像这条鱼 而我们学英文外国人 学英文外国人 才意识到这个英文难 才意识到英文的水的存在 ok 所以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问过我的外教 叫John 我说什么 这个现在完成时代 什么意思 什么用法 叫做present perfect tense 他当时很惊讶 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现在完成时代 所以老外每天讲话 大家用现在完成时代 用have done 对吧 但他从来意识不到 什么是现在完成时 他完全不知道 现在完成时代 没有啊 所以他每天在用时代 他不知道时代怎么构成的 很多老外一样 不知道被动语态 是被动自家过去分子 不知道的 啊 不知道的 嗯 其实我们道理完全一样一样 好 这就是 呃 我讲这个故事 其实想告诉大家 一个道理就是说 学外语跟学母语 真的不一样 所以下次不要再傻里傻气说 啊 我们中文不学语法也会汉语 或者老外不学语法 啊 英语人不学语法 他他英文那么好 不行 你不能跟老外比 听明白 所以千万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 说马上老师 你看我 那么多老外不学 不学英文语法 他英文那么好啊 那他的母语啊 你不是这个鱼啊 鱼 这个鱼天生会游泳 你天生会游泳吗 不行啊 对吧 你看哦 鱼会游泳 我也跳水里 我也游 那就淹死了 所以你必须要学游泳 这学游泳就是干嘛 学思维 学语法 你千万不能跟母语人比 因为吗 学母语和学外语 是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给他造句子 我现在把这个故事用 刚才中文写出来 我现在用英文写出来 就说 有两条小鱼 在一直游泳 请他造句 请他造句 有两条小鱼 在一直游泳 好 写在这里啊 你们在对话块写出来 我看一下 有两条小鱼 一直在游泳 一直在游泳 好像这个意思 在对话块写出来 我看一下 Two fish is swimming Lily Two little fish are swimming alone along Two fish keep swimming Two fish is swimming constantly There are two fish is swimming 好什么形态 There are two fish 我要游泳 前前 不是只有两条鱼 是要游泳的 OK 好 There are a couple of fish 有很多错 啊 哈哈哈 not two fishes OK 安妮安妮啊 fish加s in swimming OK 好 到回饭 用回饭 到回饭你们自己看 你们自己造的句子 很有意思 很不错 There are two fish in swimming 然后two fish is swimming 我把你们照的句子 我再写一遍 我再写一遍 好吗 好 不是我乱说的 这是大家的成果 我写一下啊 刚才有同学这么说 two wait a minute ok two fish is swimming ok 然后有同学这么 to oh no no 好吧 two fish is swimming 然后 there are two fish is swimming 哈哈哈 好 大家看到了吗 还有什么 ok 丁 丁 丁胖 我们读错吧 丁胖 丁胖同学你好 丁胖同学你好 新面孔啊 欢迎丁胖啊 好 丁胖同学这么写 there are two fish are swimming ok 好 许晴同学 许晴同学是 there are two fish swimming all the time 好 Lisa Lisa好 are keep swimming ok ok two fish are keep swimming ok 因为通过大家造句 程伟小伟 程伟你好 好 小伟的是 there are two fish are swimming all time ok 好 安妮安妮安妮你好 安妮说 two fish were 打文号 好 还有 还有什么月号的同学 点点点同学 点点同学是 there are two swimming fish CQ CQ你和谁一样 ok 好 清清说老师这个说了 你们全错 我这样想说你们全错 但有个别同学还是可以 好 好 有同学这样写 two fish or two fishes or swimming Michael说看到白板 你们看不到 看不到白板吗 我写了满满的白板了 能看到吗 two fishes always swimming in the water 没事 看不到 我都记下来了 好很快能看到 很快能看到我相信 很快能看到 好 老师打出来的我 我全都说了 看到了 好好好看到了 来 看到了 来 two little fish are swimming all the time ok 好看到了 two fish is swimming two fishes is swimming there are two fishes in swimming ok 好 那么这些造句 看到这些造句 我就知道大家 毕竟是中国人 毕竟是中国人 ok 所以造句都是按中文的来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么一个句子 造这么一个简单句子 我们要需要哪些知识 需要哪些知识 从而让你们意识到 为什么平时不会造句 为什么平时不会造句 没太多知识不知道 好 太多的语言知识不知道 好 首先给你there'll be句型 叫there 一个弊动词 to 小鱼呢 我这个小鱼 可以是指体积小 叫small small 也可以指这个年龄算小 鱼的身份年龄 因为我要用young 就是想说什么 想说像人一样嘛 对吧 年幼的和年长的 年长的 显得有智慧嘛 所以那个大语就是older fish 小鱼就是young fish 听明白 把他有点泥人化的感觉 好 那么 现在就把这个空填一下 把b动词填进去 把fish填进去 把swim填进去 怎么填 怎么填 是两个鱼 两条鱼 两条鱼要用复数 那么鱼的复数是什么样子的 鱼的复数是什么样子的 鱼的复数是什么样子的 鱼的复数是加1s还不变吗 好 现在有个争议 有人不变形 有人加1s 好 鱼是不可数 这个维宇说了鱼是不可数 青青说鱼是不可数 高小说不变 刘铭说都可以 雪雷说加1s 不变 好你们看了 一部分说不变 一部分说加1s 你们就看pk 开始打架 所以听好 这都是大家概念不清晰 概念不清晰 那我们先从鱼开始 这个动词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从鱼开始 好吗 从鱼开始来讲 怎么样理解鱼 好 那么从鱼开始 就涉及到名词 和名字短语的问题 那么 B动词和swim 就涉及到位语动词 和非位语动词的问题 位语动词和非位语动词的问题 所以刚才有同学说 areswimming就是错 为什么 因为位语动词是B动词 后面要用非位语 非位语 就不能用areswimming和easwimming ok 所以这是非位语和位语的问题 名字短语的问题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名字短语和动词问题 对吧 好 那么对于鱼 我们看 应该怎么分析它呢 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 会有什么样的概念 我今天同学们 就以鱼为例子 来讲英文的名词 很难 难在哪里 听不懂 因为其他所有名词 都类似于鱼 类似 思路方法是一样的 好 这是朗文词典 所以感谢朗文词典 我引用了朗文词典 那么朗文词典的定义 是说 可数 还有不可数 可数和不可数 所以fish既是可数也是不可数 那么可数它的复数 是fish 不变 也可以是fishes 好 可数名词是 不变形也是 还有加es也可以 ok 好 这里有很多鱼 看到没有 这里有很多鱼 然后呢 不可数 uncounter 也不可数 那不可数是the flesh of a fish used as food 就是作为食物的鱼 那么指鱼肉的意思 ok 指鱼肉的意思 好 不能说没有声音 有声音吧 有声音啊 好 这是指活物 那么 请大家首先脑子又有概念了啊 这个fish这一个字啊 这一个字 它至少分两大类意思 一个是活物 是鱼的活物 那么它是可数名词 如果做肉 端上桌子上那个肉 是不可数 因为肉是讲物质了啊 不可数啊 这可以理解 这个可数不可数怎么看 我在后边有专门一次课来讲啊 好 其实对于fish应该是这么看 应该是这么看 我们来看这表格 看这表格 好 这个表格 嗯 有同学说没有声音 不过没有声音的同学也别急 因为回饭就有声音啊 我这录音会很好 好 看好 首先从词译来讲 它是有是活物还是肉食 是肉 好是活物是可数啊 是可数 肉是不可数 然后在可数里边 又分单数名词和复数名词 对吧 单数名词和复数名词 不可数就不可数名词 ok 好 单数名词不变形就是fish 就是这个啊 那么复数名词又分两种 刚才看到 一个是不变形fish 一个是加esfish 那么它呢 区别是 不变形的讲数量 单只讲鱼的数量很多鱼 听明白吗 如果加es的 记住了 它强调鱼的种类 强调鱼的种类 强调鱼的种类 ok 好 因此呢 挺好啊 这个fish 其实有四类 你要把有四类的含义 有四类含义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变形有几种意思 如果不变形 关注fish 可以有三种意思 第一个是单数的一条活鱼 第二个是负数的 表示数量的鱼 第三个是不可数名词 表示鱼肉 好 思路清楚了吗 好 以后 你看了一个fish 你就知道 它可能有三个意思 那到底是哪个意思 你要看上下文语境 听明白 看上下文语境 看前后文 它可能是鱼肉 不可数 可能是负数的 多个的 很多的鱼 鱼的量 鱼群 鱼的量 也可能是单数一条鱼 ok 好 如果在上下文语境中 它强调不同种类的鱼 这时候最好加es 叫fishes 所以关于fish这个词 你要把它分成四类 四类 听明白 所以英文很难 因为为什么难 我说英文名词很难 因为名词可以说是无数的 名词和无数的 每个名词出来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思路去整理 它可能是不可数 可能是可数 那么可数不可数 它意思不一样 即使是意思是一样的 也可能还有可数不可数 那么用法不一样 明白吗 它背后是有道理的 我后面会再给你讲 好 我举例句给你看 单数的fish 那么一定要加罐词 加罐词使用 I caught a fish 意思就是我抓住了一条鱼 我逮住了一条鱼 是一条活鱼 第二个 I caught two fish 就是我抓了两条鱼 两条鱼我强了数量 所以two fish 强了数量的负数呢 不变形 不变形 OK 好 你要是变形的话 变形的话 会有点奇怪 所以这第三个句子不是很好 第三个句子也许老外会认为是错的 不是很好 但在特殊语境中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抓住了两种鱼 抓住了两种鱼 但还挺奇怪 还挺奇怪 因为你抓鱼一般是讲条数 讲数量 你不会来个文章 就是说我抓了两种鱼 明白吗 所以第三个句子非常不好 yes就好不要加 听懂了吗 轻轻说的非常棒 说数量比较直观 数量比较直观 你强了两种鱼 还以为你在做科学研究呢 如果在科学研究语境中可以叫two fishes 听明白 所以这个语境很重要 那么当然了语境的重要 背后是什么 你要知道鱼的四种不同的意义表达 以及形式不同 好 第四个是I ate fish 就是我吃了鱼 我吃了鱼是比方今天晚上吃鱼的 I had fish for dinner 今天晚上吃的是鱼 had fish for dinner ok 所以这个fish是不能加罐子 所以大家看 前面加罐子是一条活鱼 这里不加罐子是吃鱼肉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fish 和这个to fish 和这个fish ok 都不太一样 至少当不处不一样 对吧 ok 好 所以 对 Jolie说了对 I ate fish for dinner yesterday 对 好 我这里只是鱼这个名词 同学们 英文中其他的名词 其他的名词 你都要按照我这个思路 按照我的方法去给它这么总结分类 听明白 好按照什么分呢 请大家把这个记下来 名词有很多分类 但这三种分类是最重要 哪三种 是单数名词 附数名词 和不可数名词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老师这么强调给你 那么如果没有强调过 没听说过 今天我要强调给你 以后对名词 你可以不管它是专用名词 普通名词 什么物质名词 抽象名词 但你都问题不大 最重要是单数名词 附数名词 和不可数名词 每个名词出现 你都问自己 它是单数吗 它是附数吗 它是不可数吗 因为这个 才是使用英文造句的一个基础 因为它决定了前天贯词限定词的使用 听明白 好 以后我问名词 我说名词都会按照这个体系来说 单数附数不可数 单数附数当然是对你们可数了 对吧 所以首先是可数和不可数 然后可数被变成单数附数 所以你只有这种三种分类 按照这个体系 按照这个体系来记名词 所有名词出现 不要那么记 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 我再给你写个例子 写给你们最熟悉的 我再写个例子 每个名词 你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 去分析 people people 来 我再写一个people 那people是什么词 单数附数不可数 people 怎么看 好 一说people 那你第一反应是 常见的 它用法 people 它是person的附数 是person的附数 所以people 他做人家 他总是附数 他没有单数 他对的单数是person OK P-E-R-S-O-N person 好 这是第一个people 他是附数 第二people也可以是单数 也可以单数 那么做单数 他是民族 对吧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民族 那么我完全可以说erpeople 也可以说people 看到啊 所以erpeople 和people 概念完全不一样 概念完全不一样 一个讲到很多人 很多人 那个人的附数叫people 一个是讲到中华民族 大韩民族 这个 讲一个 一个种群 叫erpeople OK 某个部族 erpeople 某个群落erpeople erpeople 明白吗 所以 所以对于people 你要知道 他如果讲人的话 是附数 他不是单数 不是不可数 那如果讲民族 种族的话 他是单数名词 所以他可以变单 加呃呃贯词 也可以变辅数 但他没有不可数的含义 听明白 所以 请 请大家从今天开始 以后遇到每个名词 你一定要从不同意义 以及他的形式是什么样 是可数 还不可数 还是复数 都要细心掌握 而名词是无数的 所以为什么说名词难 名词难 难在这 难在这 OK 好 这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只是把方法告诉你 因为我不能把所有名字给你总结出来 这不可能的 我把方法告诉你 把思路告诉你 OK 好 所以对于鱼这个词 至少要从这四个方面去理解它 就完整了 但我这还是鱼做名词 还没有说鱼做动词 鱼做动词有其他搭配什么的 OK 这只是名词了 所以英文真的很麻烦 好 那么这个空格 看上下文你就填哪个词 这么填 the stonefish 就是那个石头鱼 石头鱼 是most deadly 致命的 最致命的鱼 这个空格是填什么 好 那么你就根据这完整的句子 是一个完整语境 根据这语境 你能理解这个语是要做四种意义上哪一种意义 四种意义哪一种 回到这里 好 我刚刚那个句子上下文 所以我特别强调语境 这个语境有很多信息 这个信息就告诉你 在这个信息 在这个语境下 这个fish应该做什么讲 是做一条鱼 还是数量的鱼 还是种类的鱼 还是鱼肉 所以做种类的鱼 为什么做种类鱼 因为它讲在所有鱼类当中 石头鱼是最致命的 是最致命的 OK 好 所以一定要填哪个 加es 加es fishes 才有意思 你不产的数量 明白 OK 如果要强调数量怎么造句 强调数量怎么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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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they took all the fish 他们把所有鱼都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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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ish就是数量的鱼 好 好 看白板 能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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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刷过了啊 很快能看到 很快能看到 很快能看到啊 OK 看到了好 所以they took all the fish 他们把所有的鱼都拿走了 很多鱼 好多条鱼都拿走了 对吧 然后底下是 这个石头鱼是最致命的 然后我在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很奇怪 the most of deadly 最高级 为什么加个of 有没有觉得这个技术很奇怪 有没有 好 其实这里 你要记结构可以这么记啊 最高级可以加个of 再加名词范围 这其实是什么 这个deadly 后面省去了fish 省去了fish OK 其实后面省去了fish 相当于 the most deadly ok deadly fish of all fishes 好 这个fish 这个fish 因为是 后面有all fishes 重复了 所以把前面fish省去了 好 我底下又写了一遍 一会就能看到啊 一会就能看到 下一个就能看到了 所以在使用词最高级 使用词最高级 使用词最高级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the most deadly fish of all fishes 看到了啊 所以这个fish是什么呀 是省去了 这个fish省去了 怎么是黑的 我换一下 换个颜色 这个fish省去了 为什么要省 因为后面已经有了 懂吗 所以就变成了 the most deadly of all fishes 这表示一个范围 表示所有的一个范围 OK 这应该有个意思 我露点 谢谢提醒 谢谢听 我没写意思 我才发现 应该有个意思 谢谢 是谁提醒 我看 还没 谢谢你 肯定要写个意思 但我这没法再打意思了 因为这个 没法打进去了 这要写个意思 肯定要有个意思 是 the stonefish eat the most deadly of all fishes OK 这在我处理书里有 OK 在我处理书讲 那个使用词的时候有讲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讲使用词最高级的时候有讲过 好 比如说 你们照个句子 乌鸦是所有鸟类当中最聪明的 记下来 照句 乌鸦 这个鸟啊 你别看乌鸦是黑了 乌鸦不怎么样 长得难看 但是乌鸦是最聪明 在所有鸟类当中 乌鸦是最聪明的 这么翻译 在所有鸟类当中 乌鸦是最聪明的 好 在所有鸟类当中 乌鸦最聪明的 我们可以怎么翻 好 在书的135也有这样一个句子 叫 certain 某些动物学家 比如ologists OK 把什么看什么叫regard 是吧 乌鸦呢 复数 这类这类动物 regard crowds OK 看着什么 他直接 用ad也可以 不用ad也可以 是the most 最智慧的 intelligent 这是个托福句子 Intelligent of birds 所以 certain relatives regard crowds the most intelligent of birds OK so the most intelligent bird of birds OK 好 一会儿你能看到 在书的135页 135页 回家可以看书 好吗 初级书 135页 初级书 135页 有更多内容 我讲了最高级的其他结构 没有出的图写也没关系 你先记下来 对 the crow is the most clever cleverest cleverest or 不是 all crows 怎么会 因为乌鸦 所有乌鸦 不是 你看所有的鸟类 好 好 这是这么来的 省去了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 我们给你看几个图片 讲stone fish 是什么样子的 它像石头一样 看到鱼了吗 找到鱼了没有 哪里 这个这样子 所以这种鱼是 它经常把它 把自己变成 钻成像个石头一样 让别人 怎么讲 很难被发现 很难被发现 但它背上有很多刺 然后刺 这个是致命的 能够导致人致命 OK 这个叫stone fish 所以是它 所有鱼类当中 最危险的 这种鱼 有白色 有红色 还有这种颜色 你要不注意看到 是下一块 是下一块石头 是吧 好 在窝的时候吃了它 吃了它 你要小心它背上刺 但背上刺 真的是很危险 刺中会很疼 剧烈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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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疼疼疼疼 在澳大利亚海外有很多 有这种红色 还是蛮可爱的 其实 你看这种鱼 你根本不会注意到 是吧 在海里 会导致命的 你看它会 它会钻进沙里 OK 钻进沙里 沾着大嘴来吞小鱼 看不出来 是吧 然后不注意 真的看不出来 很难看 没错 能看出有鱼吗 就在这里 嘴巴在这 看到没有 嘴巴 OK 这是它嘴巴 嘴巴 它常常躲在珊瑚旁边 然后吃小鱼 会导致命的 绝命 读 Sophia 绝命读诗 好 看 这是刚才鱼看到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 来第二题 叫11500 different species of inhabit 好 inhabit这个词 如果不认识 你就可以理解成 live in 生活在哪里 居住在哪里 OK 居住在生活在哪里 好 世界上有1500多种鱼类 生活在珊瑚旁边 什么的吧 嗯 好 那这个鱼贴什么 这个鱼贴什么 好 其实在这里 这个鱼也是表示种类 但表示种类 这里已经有种类这个词了 挺好 这里species是种类这个词 OK 已经是种类的词 所以这个fish也是表示种类 当然前面已经有种类了 所以你直接把fish填进去 不需要加es 不需要加es 比较自然的是填fish 听明白 比较自然填fish 然后借助于species of fish 来谈鱼的种类 听明白 所以这句我一直强调 你们说两个都可以吗 填fishes不好 在这种语境下 一般不填fishes 不填yes 为什么不填yes 因为它已经把种类说出来了 species已经说种类了 听明白 你也可以说kind 记下来 可以说kind 就种类来讲 funds kind ölkerings kind 就是different kinds of fish 所以讲与的总的有两种说法 你可以讲fishes 也可以讲 Kinds of fish 或者说species of fish 对的,我要说对,去掉species就可以 那就要加ES,不是就可以啊 去掉species就要加ES 好,所以不同1500种鱼类 我可以说成 over 1500 different fishes 好,我在这写下来啊,写给你们看,来 在这写下来 好,所以谈鱼的种类呢 100种鱼,你可以说 100 fishes 100种鱼,你也可以说 100 kinds 或者说species 我拼错了 species of fish 好,来碗上有了啊 我再刷,给你们看 所以100种鱼啊 100 100 fishes 或者100 kinds of fish species of fish 我问了一个问题 最聪明的是,两种说 cleverest 你要是cleverest最高级了,就不要加most 假期听懂吗 如果是cleverest 前面不要加most 因为已经是最高级了 OK 因为cleverest 加期 回答加期的问题了啊 很好 因为most是最高级重复了嘛 这是点心错误了啊 不能说most cleverest 啊 好,利利说 老师是按照书上讲吗 我 这 5次课 是对书上一个总结 不完全按书上讲 不完全按书上讲 我下一次 我想 因为有很多同学 希望我把书上练习 经讲 我这一次 相当于 把初级书 提出提炼出一些重要的核心内容 所以相当于提炼初级书上的核心内容 这5次课 然后下次呢 我再把书 按照书上把练习呢 经讲一下 好吗 我当时这么安排的啊 好,哪里买 高杰问哪里买 你去单单晚上买 去京东自营店买 或说去 京东方大鱼公司买都有 亚马逊也有 OK 好,谢谢啊 好,这举着总类清楚了 因此呢 这个例子也告诉大家什么呢 你一定要看上下为语境 同学们 你以后 照句 千万要看前后为语境 我相信我这么解释 这么讲 你就意识到了 这个英文写英文 真的不是说 死记硬背 对吧 一定要结合上下文 是有逻辑思维在里面 是有 他是有 是有这个 怎么讲 规律的 好 这就讲完了 第2讲完了 第3个看 The lake is well stuck stuck with 这个湖里面有很多鱼 第3个填哪个 就填fish 非常好 狐狸鱼 特别大 特别多 就填fish OK 好 好 那我们重复到里边 第1个填fish 也是讲种类 第2个填fish 也是讲种类 但填fish 因为填fish 第3个是讲数量 fish 讲数量 OK 好看 第4个 You usual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这句填哪个 什么意思 这个这个 fish什么意思 再多三个语句 肉 OK 肖子说是肉 鱼肉 就是fish 鱼肉 是drink white wine 就是吃鱼的时候 喝点白酒不错 是吧 喝点 我说错了 不是白酒 应该是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好我再提醒大家 这个白酒 我们汉语的白酒 可不是white wine 听明白 这个wine 你要查字典 它是用made from grapes 用葡萄酿制的 用葡萄酿制的叫wine OK 甘白 甘白你在前面加个dry 就可以 dry dry white wine 所以wine一出来 都是葡萄酒 这葡萄酒和我们汉语中的白酒 高粱酒 粮食那样的酒 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OK 好 那么汉语白酒怎么说呢 John说acohol 这个acohol也不对 John 为什么说呢 因为acohol它是酒精饮料的总称 酒精饮料的总称 叫acohol 听明白吗 它是个总称 叫liqor 叫liqor cycle说的liqor liqor liqor是l-i-q-u-o-r q-u-o-r liqor 美国人也会叫做hard h-a-r-d h-a-r-d hard liquor hard liquor 差不多 差不多 练性酒 叫练性酒 OK 可以对应的翻出汉语的白酒 差不多 所以这样子 这是葡萄酒 就吃鱼肉的时候 喝点葡萄酒 还不错 所以是鱼肉 甜fish 不可数 不可数 好 第五个句是 in Japan 在日本 people eat raw fish 人们吃生的鱼肉 是吧 是鱼肉 所以甜fish 这也是肉 也是甜fish 好 第六个 the list of endangered species 在endangered 大家这个造词看 这个造词怎么来的 是这个danger是危险 对吧 危险 好 然后呢 前面加个en的 使什么危险 使什么面临的危险 然后加1D过去分词 就平临灭绝的物种名单上边 包含了几乎是600条鱼 还600种鱼 在这个语境中 是600条鱼还600种鱼 像是种鱼 是吧 Michael很好 帅小狼 紫薇 安里 种种种种 有种 是很种 好 所以这个题 只能填哪个 fishes 填fishes 才有意思 要填fishes 好 这填fishes 表示鱼的种类 所以 因此大家看到 你看 你发现没有 你们现在其实就在用英文思考 对不对 你们就在用英文思考 因为你看到这个上下文 你能发现它讲鱼的种类 那么鱼的种类 你就知道 加es 叫fishes 对吧 这就在用英文思考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这样的语言知识 要有语言知识 你要大脑里要储备大量的语言知识 这点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今天把fish这个词给你梳理清楚了 你按照同样的思路和类似的思路 你回家把所有的名词都要一个个梳理清楚 这个工作可不是一年两年 可不是十年功夫 可以明白 没办法 毕竟不是母语人 OK 按照我的思路来 所有名词都是按单数附数不可数 不可数里边 然后不同用法 不同的意思 也许又变成可数等等 兼具 没错 所以为什么名词最难 因为名词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我们中国人 汉语的人和英语人 不同的物质世界观 我们看名词看不出可数不可数 我们脑子里是没这个概念 是不做区分 我们汉语是不做区分 可数不可数 鱼不管是活鱼还是死鱼 什么鱼都是一个样子 是吧 都是鱼 OK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很好 叫I felt like 听什么 最后一个听什么 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 那你说中国人抽象性好强 没错 我们汉语的很笼统 什么的 好 最后一个要听 Earthish 因为它是讲 这鱼 然后是一条鱼 因为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鱼 像一条什么鱼 叫Earthish 是个单数 单数不能一个人 单数名词必须加限定词 这点大家知道吗 单数名词是不能一个人 有人把他叫裸奔 单数名词不能裸奔 他必须有衣服穿 这个衣服就是限定词 OK 所以这个是单数了 这单数 所以要叫Earthish Out of water 脱离水的鱼 如果你是脱离水的鱼 你能好得了吗 好不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个英文的说法 大家可以把它 做一个成语记下来 这样 比如说 Feel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感觉自己像离水之鱼 就是浑身不自在 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到一个 不管是陌生 或者是比如说 周围 都是陌生的人 不是跟朋友 亲朋好友在一起 所以那种浑身不自在 觉得很拘束拘束 那种感觉叫 Fish out of water OK 所以一般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会有这种感觉 不适应 没错 在新的学校 新的环境 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咖啡吧 周围全是老外 可是你又不懂英文 不懂外语 然后你那种感觉一下 九三铁又没法交流 怎么样 比如说你初次到美国去上学 你初次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 明明吗 那种心理是什么 你就说 I feel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OK 好 这是要a fish OK 没问题吗 要听a fish 好 其实刚才的句子都是 都是这个词典上的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再看一下 Different species of fish 是fish吧 看没有 是fish吧 没有加s吧 一般这是不加s的 不加es 不加es 好 这个鱼 all fishes 加es的吧 对吧 加es的 所以当然 我这个词典上没有解释 没有详细解释清楚 没有解释清楚 所以我在这里给你补充解释清楚 这个鱼因为有种类 species 所以是fish 这个鱼是种类 加es OK 好 这个是fish 强调鱼的数量 好 那么我这么解释 你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说这个鱼的负数 可以是加es 也可以是不加 但他没有讲清楚 说这两种fish和fish 用法是不一样的 清楚了吗 明白了 好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这里面的 比如讲鱼肉 做鱼肉讲 是不可数 不可数 前面就没有贯词 做鱼肉讲是不可数 前面就没有贯词 然后是 感觉自己像泥水之鱼 浑身不自在 感觉很拘谨 拘束 或者说不安 他的英文解释 feel uncomfortable 不舒服 because you feel you do not belong in a place or situation 你不属于某个地方 不属于某个 不安的地方 某个气氛氛围 你也会觉得那种难受 那种别扭 叫feel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OK 好 比如说举个很具体的例子 你爸爸 比如你是小朋友 十几岁小朋友 对吧 然后你爸妈跟他的姐妹哥们去吃饭 然后把你也带着 可是你不认识那些叔叔阿姨们 你感觉很舒服吗 肯定很不爽的吧 没有跟他自己哥们自己姐妹 同学们在一起 感觉好玩 对不对 所以那种心理就叫 I feel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OK in the company in their company company就是那个 陪伴 伴 有他们在场 觉得很不爽 OK 很不自在 这件事 OK 好 那么有了鱼的知识 我就问大家 这里的两条鱼是讲种类 还讲鱼肉 不是鱼肉 也不是种类 所以直接填什么 填fish进去 填fish进去 对吧 填fish进去 所以刚才 刚才有很多同学 在造句的时候 加了es 加了es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 加了es不合适 就不好 为什么 它强烈是两条鱼的数量 再讲来说 我刚才图上那个鱼 是一样的鱼 是吧 三条鱼都是一种 一个鱼类 对不对 不是两种鱼 所以这时候 不要加es 因此你们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句子 在写的时候 写的时候 既然有这么多的语言知识 然后根据算下为语境 你要选择 到底加不加es OK 好 这是名字短语讲了 那么这个名字短语 其实什么叫名字短语呢 其实是名词 fish为中心 然后加上它前边的修饰语 修饰词 这一样是个形容词 对吧 就是个数字 OK 好 这样一个顺序 不能换的 大家记好 我处理一项也有讲 这样顺序不能换 就是数量词 数量加形容词 加名词 这顺序不能换 好 如果对左二非常好 小塔子 左二右六 这是我总结的规律 左二左边有两个 就名词前边左边有两类修饰语 哪两类 使用词是一类 然后限定词 限定词是一类 不知道同学可以看我出记书 我下次会也会讲到 会讲到 好 其实它前面还加了另外的 这是原来英文的 加了一个z字 加个z字 OK 那么这个z字在这里 为什么要用的 为什么要用 大家知道吗 这个z字这个词 大家都熟悉 对吧 在这里 用来这里有什么妙处 用来这里有什么妙处 好 这整个合在一起叫名词端语 名词端语 好 限定课值 限定 有什么妙处 好 我算有 请大家可以 有书的同学 有书的同学可以把 没书也记下来 好吗 有书的同学可以把书翻到 看一下 这个z字用的是非常好的 讲万词能有 没事我后面就有了 往后看吧 我书翻我这里有记下来 78页 把书翻到78页 你可以折一下 没书同学 你先记下来 回去弄本书 可以看书 好 在书的78页 在78页我讲的不定贯词 和this的用法 不定贯词 和this的用法 就在英文中 我们在讲故事 在讲笑话 讲故事 我们会用this 引出单数名词 在这里看一下 来 你以后讲故事 八卦 我们平常不是很八卦吗 对吧 好 第一个八卦看一下 你知道吗 在我们英文课上 我认识这么一个哥们 这么一个小伙子 OK 好 那么这个小伙子是 你的听话对方 不知道他 对吧 按理说 应该用什么词 应该用贯词 按理说应该是 there was a guy I met 但是呢 在口语中 讲故事时候 我们会用this 来引出来 用this OK 所以以后你要讲故事 向你的听众 介绍某个人 介绍某个东西 明白吗 介绍某个人 介绍某个东西 你就不会 按常规的应该是 呃 什么什么 对吧 但你要讲故事呢 你就说 and you know that was this guy I met in my English class 你知道 在我们英文班 有那么一个 我认识一个 可逗了 那哥们 就往下讲了 听懂了吧 OK 非常生动了吧 当然听满日老师课 肯定要生动了 对吧 因为我把语境 都讲解释 特别清楚了 OK 所以这个用得上 所以老友记 没错 老友记里的对话 大量的讲故事 都是this 每句里面很多场景 都用this 比方我跟你讲 你知道吗 昨天我碰到一个姑娘 有这么一个姑娘 我跟她约会 当然 其实就是老友记里面 老友记 大家看我 家里面看我就跟你讲 老友记里面 那个Joy 那个小伙子 他记得吧 Joy Joy呢 他非常爱 很花心了 很花心 他有一次 就跟那个Rachel 跟Monica 就讲 说哎呀 我昨天晚上你知道吗 我跟一个姑娘约会 你猜怎么着 约着约着 我发现 我们上过船 I stand with her 我上过船 可是竟然 我不记得 她还也不记得 I went out with this girl OK 好 我给你写出来 因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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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点 有点 那个啥 所以我没好意思用 其实我都有 我都有 这里都有声音 放给你听 但我没好意思用 好 I went out with 你知道我昨天 过去约会 Went out 就是去约会 Last night 然后后面说 等等等等 后来 I realized 后来突然我意识到 I realized I slept with her 你看这个Joy 万幸多大 同床共整的人 然后再约第二次会 后来才想起来 然后让Joy 非常沮丧的是什么 说 我想起来了 他竟然还 还一直没想起来 OK 后来那个 那个 那个 Rachel就讽刺他 啊 这么说我相信啊 你你把纽约的所有姑娘都 都都都都都怎么了 然后你们还再再约一次会 再去约一次啊 你们都不记得吗 好 所以这个 这个This不是指 不是指 怎么讲啊 是讲故事中的适应的 OK好 这个明白就可以了 非常有用啊 以后你 你会用的事 相信你讲故事就这么用 好了 然后看 上周我看到 你知道吗 我看到有个电视节目啊 就是这个电视节目 这个电视节目 对方并不知道 你是要引入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用的是啊 是要把这个话题 把这个男的 把这个电视节目给引出来 作为话题 让听众让对方知道 接下来的都是围绕 这个人讨论 围绕这个人讨论 你往后就讲故事了 听明白 好 那么这讲故事是 单数就用This 那么用复数呢 我就用什么 This 用复数就用This 听懂吗 用复数就用This 所以 所以我这也是在给你讲故事 对不对 在讲故事吧 那有一两条语啊 在游泳 The 什么时候 These two young fish 所以在讲故事 用单数 用复数 把话题引出来 听明白 接着懂了啊 好 这个 刚才 这个This的意思 你们现在明白了 我们现在来整理它结构 整理它结构 那这个结构 这个This算什么词啊 算是一个限定词 To也是限定词 好 所以讲得很细致 需要细致 需要分类 否则你们不会照 好 前面两个都是限定词 然后按照我终极数上更细致 This是中位限定词 To是前位限定词 他们语须还不能换 对不对 然后一样是形容词 This是名词 所以刚才有同学提到左二 就是左二什么意思 就是名词前边和名词左边 可以有两类修饰语 两类 哪两类 一类是形容词 一类是限定词 OK 好 也许有同学没有听说过限定词 OK 其实查词点也会有的 那没有听说过限定词没问题 我书上详细练出来哪些限定词 一会再讲 你首先给你一个概念 对于名词短语 名词的构造前面肯定是可以有 我说可以有 也可以两个都没有 限定词没有 形容词没有也没关系 懂了吗 要有的话 可以只有形容词 也可以只有限定词 也可以都没有 也可以都有 听明白吗 所以总之可能有修饰语 就这两类 一类是形容词 一类是限定词 不是说他们必须有 可能有 要有也就这两类 没有其他第三类了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要理解我说话的这种 这种真的含义 所以名词前面一定是这么够造的 你随便举例 比方我的新手机怎么说 我的新手机 my是限定词 new就是新词 然后手机 cellphone 所有的构造都是这样的 比如随便说一个 这本旧书 这本旧书 this 限定词 就是非常 old used 用过的 book 对吧 就这样 ok 对 中例说的 my new phone my new cell phon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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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他们合在一起 就是说 限定词 使用词 名词 合在一起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名词短语 这个名词短语用英文叫noun phrase noun phrase ok 所以一般解写成什么 np ok and noun p p phrase 是短语 它不是一个字吗 是吧 为什么名字短语 因为它中心是名词 是以名词为核心 前面形词和限定词都会为名字服务 所以形容词在什么位置 限定在什么位置 很清楚 这样构成名字短语 它们叫定乱 形容词叫定乱 限定词定乱 所以定乱都是帮助构成名字短语的 好 回家可以看书 在我书的47页 在书的47页讲什么 我看 有书的同学可以翻译看一下 好吗 翻译看一下 ok 非常好 在书的47页 其实就第二张限定词里面 我详细把限定词进行分类了 有书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有书的同学看一下 我们拿书看来 好 47页 翻译47页就第二张 那么47页有贯词 哪些是限定词啊 没有数字同学 你也听着啊 第一类限定词是贯词几个 三个贯词 哪三个 第一 二 三个贯词 好 然后第二类是什么 数字 叙数字 什么一二三四五啊 第一第二第三第三第四第五啊 基数词和叙数词 ok 第三类是什么 只是限定词 这个那个 这些那些都知道 是吗 还误主词 我得你的 my your his her 等等 ok 好 回家看书啊 这分类 然后呢 回家看书 一百一十五月到一百一十七页 是把限定词进行分类 因为不同类的限定词 它位置不一样 这造句也很容易出错 很容易出错 ok 好 在一百一十五页到一百一十七页 有数的同学翻译下 没数的同学就听着 好吗 好 限定词分类 啊 一百一十五页 限定词位置关系 限定词有分三类 前位中位后位 ok 算得讲得很清楚 啊 比如说 呃 我的两个好朋友 你只能说 mighty good friends ok 啊 my是中位的 t是后位的 对吧 ok 等等 那还更多详细的 好 我的两个好朋友 还可以这么说 那我给你写 写给你看 写在这里 好 我的两个好朋友 你可以有不同说法 但不同说法 语续不一样 啊 有时候这很简单啊 这跟汉语是一样的 啊 是简单 ok 但有的 我换个说法就不简单了 看啊 我两个好朋友啊 都怎么样 你要 both 后面叫做my ok good friends ok 好 这个my是中位的 t是后位的 然后good是使用词 friend是名词 ok 所以给它分类是什么分呢 分类是 白板 白板现在能看到吗 这个啊 所以从一开始 因为大家觉得讲得太细致了 我希望你们就要这么细致 为什么 打好 打好你的基本功 打好你的基本功 ok 然后呢 这是限定词 然后在限定词里面 数量是后位的 my是中位的 是中位的 是中位的 是放中间的 ok 然后在底下这个分类是 friend是名词 good是使用词 my是中位 然后 boss是前卫的 boss是前卫 ok soboss my 你不是说my both good friend my both不行 是boss my 是前卫的 所以限定词一样有不同位置 不同的位置 不同种类 不同的隐序 啊 不要弄错 好 我再我再给你举些例子啊 这个我下这个还会提到 我我写四个 你们看哪些对哪些错好吗 我再写四个 我先插点了 我先插点了 再重写 你们回家自己看哪 啊 呢 好 ABC就是四个 四个都对吗 好 拜拜 你们看到 还看不到 OK 一会儿你们看到 好 一会儿就能看到 我在刷 我在猛刷 好 看到了 看一下 all students all of my students all of my students all of my students 我的 你说二是二二什么啊 二错是吗 周立说都对 我的说第二个对 其他三个错是吗 小西说一二四对 小青说一二四对 OK 有第三个错 博主说第二个对 其他都错 有人说 沈天号说第二个错 挺乱套了吧 糟了 好像全对 Scott说全对 好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要强调 限定词 名词前面 顺序的重要性 因为 你这时候 凭汉语感觉 你感觉不到了 Scott说分不清了 呜呜呜呜 要哭 要流泪了 小伟 陈伟说都对 你看都乱套了 你们都乱套了 好记下来 你记了没有 记笔记了没有 记笔记了没有 已经晕了 星星说已经晕了 好 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我叫你 要你晕 要你今天晚上晕晕晚上 不告诉你 张明说一二四对 OK 好 丰山同学说 这是个巨型坑 好 巨型坑 没错 你要不知道就是巨型坑 掉坑里去 你还不知道 如果你英文技术好 语法 语法功力很扎实 这个坑 你就不会掉进去 OK 好 我 我下次课会讲 下次课我就拿着讲 我这是不讲 好吗 回家自己思考 回家自己思考 回家自己问人 好吗 下次课就会讲 礼拜三会讲到这个东西 好吗 好 给一个悬念 好 唯语说好细致啊 没错 就需要细致 所以跟着马上老师学英文 你会发现 从来没有过的细致 因为你不细致 你真的不行 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是乱套了 所以学英文千万千万要细致 不能大概 不能说笼统大概 OK 好 哪个错 第三个错 第三个是错的 其他一二四是对的 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先不告诉你啊 我下次课讲完你就明白了 好吗 下次课讲完就明白了 好 第三个是错的 其他四个是 其他三个是对的啊 好 请大家回家 必须看四十七眼和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一七眼 一定要看 这是今天作业 今天作业回去一定要看 因为非常重要非常难 如果你看了这些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必须看啊 好 我们再来 你们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要不要休息啊 休息一下吗 要上厕所 因为 因为上 上周 周六 就周六讲考研课 一下讲了一般 我一般讲 就讲两个半小时 我讲 讲两个小时 四十分钟五十分钟OK 然后 大家说累坏了 真累坏了啊 休息一小伙吧 休息五分钟好吗 喝口水 现在是 现在是八点五十四 我们九点钟再回来 九点钟回来 我再讲到大家九点四十 好吗 翻一首歌经历好吧 我以后讲课 一样了啊 我明天讲考研一考研俱子 我也会做足够休息啊 我差不多一小时休息一次 学会很快 是不是 都一个多小时了 你们还不累 真好啊 你们不 我是不累 没关系啊 我讲我讲多长时间都不累 我们翻一首歌 请听啊 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你们就可以去喝水 叶修好一首歌 听一下 我唱一首歌 你还是想和我唱一首歌 你是不是很可能 我的歌 我唱一首歌 你不能去吃太棒了 我唱一首歌 很多歌 你不许 Shout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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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一次你要看到美剧里边 老外讲故事用this 你就印象深刻了 我相信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刚才讲的那些是为了列领出名词短语片 有哪些内容 首先是要有名词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对于名词你的概念是什么 你要知道什么 哪三个分类 告诉我 以后一说了名词 立即蹦出哪三个分类 哪三个分类 还有印象吗 对 天眼 天眼你说什么 单数负数不可数 非常好 非常好 以后一说名词 你脑子里立即反映的是 单数名词 负数名词吗 不可数名词吗 OK 这个概念 单数负数不可数 非常好 好 那么这个名词 不光是他一个人 他前面要有修士语 那么名词前面修士语有几类 告诉我 名词前面修士语有几类 名词左面的修士语 两类 哪两类 形容词是一类 对吧 再远一点的是限定词 那么限定词也许 还有很多同学概念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用 都没关系 我说的都有 刚才讲的 刚才讲的那几页的人 回家一定要看 好吗 都记下来了吧 回家看 好 限定词的第一大类 重要的是贯词 我单独要列出贯词 因为贯词很复杂 贯词就跟刚才讲的 我的my your 都是属于中位限定词 因为贯词很难用 在所有中位限定词当中 贯词很难 所以我把贯词单独列出来 听明白 然后呢 除了贯词这一类 还有数量 因为数量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后位的 贯词为代表的是中位 数量属于后位 所以我把限定词 又细分成两类 中位后位 它顺序不一样 持续不一样 对吧 比如说这两条语怎么说 the to fish 所以the在最左边 然后to呢 然后再fish 对吧 这两条小语怎么说 the to young fish 对吧 实际上发现没有 英文的语序 就是严格限定的 严格限定的 好 限定词分两类 以罐子为代表的是中位 数量是后位 OK 这个概念了 好 然后两类限定词 讲完之后 当然有形容词 那形容词有很多用法了 对吧 形容词的语序怎么排 我们都会想到 都会想到 好 然后呢 名词的替身 因为带字带名词 带字带名词 OK 所以名词短语片里面 内容呢 主要涉及到 就是五大类 五大类 当然额外我又加了 另外一小类是什么 一小类是戒词 我放在这里 为什么叫戒词 放在这里呢 因为戒词后面 永远要加名词 听明白 戒词后面 永远要加名词 或者名词性的东西 所以戒词和名词 关系很密切 所以我把戒词 摆到这里看 这个戒词是挺难的 这个戒词需要积累 而且我也准备 写戒词这样一本书 但这个会 会要晚一些 因为我设计很多戒词材料 然后也会写 会很好看 很好玩的 就会专门写一本戒词的书 好 名词短语的内容 主要是前面五大类 戒词摆到这里 是因为戒词后面 永远要接名词 或者名词性的东西 它和名词关系密切 摆在这里才合适 因为动名词也是名词 刚才名词短语 整个逻辑 整个体系讲完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句子 那句子 fetch讲完 this讲完 那么还有这个没讲完 那这个填什么呢 我讲故事 用什么 涉及到 你到底是用 e字还是r 这就是个问题 这就是属于 主语位与 主位一致的问题 主位一致问题 这些动词类的 那么这句话 主语是哪个 主语是fish 然后to fish 然后to fish 是个负数 既然是负数 那么一定会不会用 e字单数 对吧 然而是负数呢 也可能是实态问题了 二还是word 你们刚才有同学写了 是二还是word 有实态问题吧 所以这一个B动词 怎么填进去 有主位一致的问题 有实态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空格 至少反映了两类问题 主位一致和实态 那么讲故事 大家注意 讲故事 你可以描述过去的事情 但作为一般陈述呢 有时候我们会用 一般现代式来讲故事 而这在口语 特别喜欢 用一般现代式讲故事 尤其这是 这不是针对 某一个具体事情来讲 所以用一般现代式 比较好 所以我们填r 填副数就这样 there are two young fish 所以我们填 there are two young fish 所以这里呢 是谓语动词 这里是非谓语 因此我们把动词 这一篇里面 分成谓语和非谓语 那么谓语有哪些呢 我们列举一下 谓语首先是实态问题 那么实态 刚才大家说的很好 有16种实态 那么16种实态 究竟怎么用呢 就要花很长时间讲 要细细讲 这个实态一定要听我讲 听我讲 你才能深刻理解 才能灵活去应用 OK 我讲实态会给你讲很多故事 像我书中写的一样 好 然后呢 还有主动被动的问题 对吧 主动被动 OK 是所谓的语泰文气 然后第三个 还有其他动词 其他动词 大家知道是哪些 其他动词是哪些 其他动词很简单 最常见的 我们有概念 两对半 我给你写个两对半 哪两对半 好 写第一个是能够的 对的过去是 Can could OK 这是一对 第二个呢 将来实态的标志 Will 对那是 Wood 然后是 Share Shit OK 然后呢 May Might OK 我刚才说两对半 说错了 我刚才说两对半 错错了 不是两对半 真脑子 年纪大了 老掉线 四对半 我想的是四对半 我刚才说的是两对半 什么 我刚才说了两对半 我记得我说的两对半 应该是四对半了 4.5 还有Must 还有Must 两对半错了 我脑子想的是四对半 怎么说出两对半 太奇怪了 好 OK Must 四对半 听好啊 四对半 一共有几个 有九个 情态动词 一共有九个 这九个 听明白 但这九个呢 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我看每个都觉得很亲切 一人要讲 一他都要讲 好 我再往后写 他们分别对应的有 有短语 朋友们记下来 他们分别对应的短语 你这个Can code对应的是什么短语 告诉我 Can code对应的什么短语 什么短语 Be able to OK Be able to do 好 然后下面这个 这什么 Will would的对应的 是什么短语 Be going to do OK 好 Share show的对应的 是什么短语 什么短语 有人会看不到 没关系 一会儿能看了 对应的是 Be supposed to do OK Might和 好 看不到 刷 刷 刷 我进去刷 OK 好 一会儿就能看了 看到了 智琳看到了 智琳 天爷 好 清清 看到了 好 四对半 Can could 能力一类的 然后将来 Will would Share should May might 然后Must OK 好 四对加半 因为Must没有过去识 Must没有过去识 OK 然后呢 他们都分别对应的 这个叫 短语 可以叫 情态动词短语吧 情态短语动词 都可以啊 好 然后 最后一个 May might对应的是哪一个 知道吗 May might对应的是哪一个 May might对应的是哪一个 Likely不对 Be likely too No Not really No 人许 人许 我比较人许许可 人许许可 那个字 人许许可哪个字 Be allowed to do OK 非常好 Cindy非常好 Must对应的是哪一个 Must 很简单 Must对应的是哪一个 Have to Have to do Have to do OK 好 情态动词在左边 然后相应的情态动词短语呢 在右边 在右边 好 大家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你的情态动词短语 是不是都有 就就就就就 都有不定式的形式啊 是不是 因此 因此 情态动词和不定式 是有内在联系的 换句话讲 换句话讲 不定式 它天然具有情态动词意味 不定式 它天然就具有情态动词意味 听说过吗 你看 我把情态动词和不定式 又联在一起了 我把不定式和情态动词 又联系在一起了 好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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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说过 前前 好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他讲 I don't know 你们没听说过 我都不知道我该说啥了 开玩笑 我为了造计 我都不知道我该说啥了 这帮笨学生 这都没听说过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不是故意说的 开玩笑 我会为了举例子给你听 不介意吧 你们不笨 你们是非常聪明的 你知道我上个会非常喜欢开玩笑 好 我为了引出我这个例子 I don't know what to do 错了 What to say What to say What to do 我改一下 What to say 我要插上这个 我重来吧 我写这上面 I know 写这上面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What to say To say是不定式 其实它是来自于 来自于一个 情态动词的简化结果 我都不知道我 我该说啥 好 一会就看到 一会就看到了 雨薇说 老师今天好嗨 我为什么嗨 因为我每次 给你们讲课 我都非常期待 非常兴奋 非常高兴 给你们讲课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其实 今天说的对 老师哪一天都很嗨 我知道我每天都非常开心 因为每天不讲课 我就去研究了 不讲课 或者我去运动了 我下午在跑步机上 跑了七公里 出了一身汗 然后洗完澡 睡了一觉 然后就起来给你们讲课 当然很开心了 OK 因为我每天 就说 案头时间很长嘛 所以必须要运动了 好 来我们看这句子 都看到白板了吗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 生活习惯要好 对 还没看到了 看到了 好 看上面 看这上面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没看到 有人说看到了 看到了 有人说看到了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看到了 这上面 最上面 最上面 最下面呢 这里 最上面 我用这一点 这里这里 这里看到了 好 最上面 对这里 好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就是说一个 这个what to say 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叫什么 一问词加不定式 这个不定式 OK 那这不定式还原之后 其实上语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叫what I should say should say 就是这个to say 像是should say OK 然后我可以 把这个简化的过程 展示给你看 简化的过程展示给你看 首先是 这个what 是个什么重句 是个宾语重句 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宾语重句中 what又是充当 say的宾语 对吧 say something say what 我该说什么呢 say what I know what I should say 然后简化 怎么简化呢 因为你重句的主语 I和主句 主语 I是一致的 对吧 是一致的呢 你又把重句 I给去掉 听明白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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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没了 看了没有 没了 那没了之后呢 重句没主语了 没主语就不是句子 你的谓语就不能要了 对吧 那么谓语不能要 你怎么办呢 改成非谓语 那么改成非谓语 非谓语有三个呀 有分词 有动名词 有不定识啊 哦 你在谓语里面 有情态动词 只有不定识 才有情态动词的意思 你动名词 没有情态意义 分词没有情态意义 只有不定识 有情态意义 所以把这个should就给它换成了 换成了t 所以should就变成t 就这么来的 听懂了吗 当然说好神奇 好 周立说没听懂 洪博说 原来有这样的内在关系 当然了 当然有内在关系了 当然有内在关系了 就这么来的 你以后看到这个 疑问词加tg 有人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我是谁呀 我是张马胜老师 当然知道我 对吧 好 我再说一遍 周立说没听懂 听好 听好 所以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我应该说什么 what I should say 这个重句 大家应该看得懂 对吧 what I should say 重句 看得懂 重句看得懂 好 那么 那么呢 这个这个 还可以简化 为什么简化呢 为什么有简化可能呢 就是因为 你这个重句是 I主语 和主句主语是一致 那么是一致 你这个就不需要多说 不需要重复嘛 所以英文尽量简洁嘛 所以把I省去了 把I不要了 可是I省去了 你位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不是 主位搭配 主位搭配 你主语都没了 你位语还在那干嘛呢 对吧 那么就把他想着 想着把它变成非位语 那么变成非位语 因为动词 你变成是位语和非位语 直接转换了 对吧 动词分两类 前面讲 一会就讲了 分两类 一是位语 非位语吧 没有主语了 你位语就不能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主位 一直都要靠主语来支配它 你现在没有主语了 你的位语变成非位语 那么非位语呢 有三种 有分词 有动名词 有不定是 可是我的位语啊 很特殊 是个should i有情态含义 这情态含义 那 你就变成带有情态含义的 那个非位语 而三种非位语当中 只有不定是 有非位语 所以就把它变成什么了 把它变成 to 所以should变成to i去掉了 所以就变成what to say what to say OK 好 刘冰冰说 刘冰冰冰说 她都不是表示将来和目的吗 кожcut变成 你先讲到 她的记忆呢 还要加 这аешь 非常好 好 刘冰知 都原来和目的 目的 它要在特定结构中 不是说 不是说所有 她都表现目的 刘彬彬不是说 所有的球队都表目的 不是这样子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 好 刘彬彬问了一个很好问题 很好问题 我可以这么讲吧 我在这写挺好 不定式 你不要以为球队都表目的 明白吗 球队我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有这么分的 一个叫目的不定式 就是有目的行义的 一个是没有目的行义的 一定是有目的行义的 一定是没有目的行义的 这个目的行义的不定式 它就可以换 它又是从其他的变过来的 这讲讲又麻烦了 我就不再扩充 因为我毕竟不会讲非目的行义 不说了 你讲 你记住 不定式有目的行义 有非目的行义 这两类 OK 你们说分子是什么 我没法展开讲 往后再说好吗 别扎紧 以后有的是时间 只要我不死 我就活着一天 我就给你讲一天 好 我们回到这里来 好 我先看 这是 情态动词 我刚才之前讲的情态动词 也送给我过来了 那么情态动词下面就是虚拟语气 大家好 这个情态动词里边刚才有四对半 对吧 四对半 其中四对里边都有过去式吧 回顾一下 四对里面过去式是哪些 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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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这四个过去式 才能用于虚拟语气 我再说一遍 情态动词里边 四对半 那个四对里边都有过去式 有可着 有可着 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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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四个过去式 的情态动词 才能用于虚拟语气 而may can share will 都不是虚拟 都不能用虚拟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好 master没有 master没有 轻轻说 虚拟语气有生之年难搞定 好 轻轻没问题 有我在 我一定让你明白 有我在 我一定让你明白虚拟语气 我这么写 其实一层层越来越难 懂吗 情态动词比实态要难 虚拟语气比情态动词更难 我用来讲 OK 但有我在 一定能搞定 我花了很多年去总结了 好 最后还有一个主位道专 我们刚才 theLB句型就是道专句 theLB句型就是道专句 好 还有个主位一致 主位一致 刚才讲了 R和E就是主位一致 对不对 好 我们再讲个主位一致 这是今天早晨 有位老师问我的一个题 问我的一个 新概念几侧 一侧 新概念一侧 第三课 有同学上过新概念一侧吗 上过吗 老师说 没有 学了学了学了 很好很好 太棒了 摇钱树 摇钱树直接上了新概念二侧 水平很高 好 老师说 第一 我自学了四侧 9999你太牛了 老师说 很惭愧 马上老师从来没有学过新概念 但是有很多老师不断不断问我新概念上的东西 所以我对新概念有些了解 通过这点了解 我发现新概念真的是一本很好的教材 我不得不承认 新概念真的是一本很好的教材 但很遗憾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学过 我没学过新概念 但有新概念三次 有新概念四次老师问 马上老师这句怎么回事 马上老师那句怎么回事呢 都来问我 所以每次问问问问 迫使我强迫我 把新概念书要看一看 OK 好 那这是这位老师 新概念一侧 他也问了我 可能新概念一侧 我发现新概念一侧 真的不简单 挺难的 说真的 一侧挺难的 好 在club room club room就是那个衣帽间 这个行李存放的地方 一讲你就想到 去音乐厅 把那个什么包包存在哪里 或去人民大会堂 是吧 来北京去人民大会堂 我想起来了 去人民大会堂 那个侧面 是不是在那个什么 南边吧 那个拐角 存你的东西 那叫club 存包的地方 存包处 火车站的存包处 衣帽间等等 都叫club room 或者音乐厅 放什么东西 也叫club room 好 这个男的 写是男的 这个号牌五号 叫my cold my umbrella please 我要拿我的外套 拿我的伞 对吧 ok 好 那这个男的 就把这个号牌给他 叫here is my ticket 这是我的号牌 给你 好 然后呢 这个人 这工作人员就说 thank you sir number five 拿了二 好 五号 他一定就进去拿 那个他的东西了 对吧 好 然后拿了什么东西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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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外套 here is your umbrella and your coat 好 这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你的伞和你的衣服 以及外套 是两件东西 是复数 复数这里为什么用 is 为什么用is 好 问题就到这 主意一致 你这是 伞和衣服 是两件东西 那么两件东西 为什么用is 你刚才不是说没听到声音吗 现在也听到了 听到就好 两件东西是复数 复数是做主语 那么这个应该是r 比较好 为什么是is 好 很多同学会说究竟原则 说究竟原则 这个究竟原则是 you umbrella 那是单数 所以单数吗 嗯 好 究竟原则没讲清楚 究竟原则没有讲清楚 OK 伞和衣服是并列的 究竟原则太抽象 没错 无语你说的太好了 我同意你的 词为语为语 你说的 究竟原则太抽象 好 梦你听到声音就好了 还有你要 刚才一段没有听到声音 没关系 回家再听回方 好吗 好 这个应该要这么解释 其实 其实 从这里断开看 断开 断开 好吗 其实主语就是 your umbrella 就是你的s 言外之意 也就是说 他是把两样东西 是一样一样递给你的 听了吗 是一样一样递给你的 不要看着整体 是两样分开 小塔 小塔 是两样东西分开的 不是整体 也不是所谓的究竟原则 太抽象 是两样东西 分开递给你 来先生 你的伞 把伞给你 叫 here's your umbrella 给你了 给了伞 他突然 想起来了 还有外套 还有服装 还有衣服 and your coat ok 所以你要分开看 分开看 好 有同学说了 如果两样东西 一起递给你 怎么办 好 两样东西 一起递给你 怎么办 很简单 一起递给你 稍等 我把前面再说一遍 我这两样东西 是分开递给你 为什么分开递给你 你从哪里 可以看出来 从物入代词 your 就是说限定词吧 从这个限定词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限定词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工作人员 先是把伞 递给你 说先生来 这是你的伞 here is your umbrella 所以他脑子里想的是你的伞 然后呢 刷伞之后呢 他后来想 哦 还有衣服 来 and here is your coat 可以把它看着说 and后面相对于选择 and here is your coat 你的伞 哦 还有你的外套来 听明白吗 他把两个东西分开看的 两个东西分开看的 体会到了吗 也就是说 and前后相当于是两个句子 两个并捏句 两个并捏句 然后and后面可以看出是省去了 here is your coat here is省去了 然后在语境或在意思上相当于说 相当于说 他说话人脑子里先想的是伞 然后 哎 想到 哦 外套 外套给你 还有外套 是这样一种感觉 也就至少是 伞和衣服是分开给你 或在他刚开始一闪念的时候 他不是把它翻在一起看的 听明白 ok 好 证明之后 我在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 好 所以 好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 我就是根据your和your 两个限定词看出来的 两个限定词看出来 懂吗 两个限定词看出来 假如 这个工作人员 是把伞和外套合在一起给你 把它看的是一个东西 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 他会这么讲 去掉第二个your 听明白 去掉第二个your 这是你的伞 好 第二个跟他这样的感觉 ok 好 白板一会儿就能看到 好 看一下 看到了吗 两个句子 here's the umbrella and your coat 相当两个句子 第二个就是 here are your umbrella and coat here are your umbrella and coat 所以我会把第二个your去掉 因为就用一个your 就可以限定两个词 限定umbrella and coat 所以要这么写的话 就会用are 因为your 一个限定词 限定了两个名词 一个限定词 限定了两个名词 两样东西 那么两样东西 自然是负数了 那么负数就用are 用一个your来限定 所以对面是are 你在有your 那么相当于两个并列句 后面是省去了here is 也就是把两样东西 是分开给你 听闻 ok 好 这样就明白了 因此 按照我刚才讲的 学英文 是不是要很细致 要很细心 你看不出两个your和一个your的含义区别 如果你看不出ese和are的含义区别 理解不了整个语境 很多东西造不出来 听不懂 ok 所以 所以 但如果是 我再说一个 如果 你的伞和外套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给 我还可以说 来给你吧 heal the r 对吧 把东西都给你 对吧 好 这是 主谓一致的问题 主谓一致的问题 ok 我们再回到这里 语境很重要 没错 语境很重要 但语境重要完了之后 你还要 你还要知道很多语言知识 然后根据语言知识 不同的语言知识 来 来 结合它语境 所以语法是研究什么 我一直讲过 研究的是 形式 然后对那不同意思 然后不同的语境使用 所以 is your 这样的形式差异 对的意义不一样 对的语境不同 好 风尚同学说 跟着马上老师学英文 感觉是个针线火 针线火 风尚同学管中 你说的太棒了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我在写书的时候 就跟绣花一样 就跟绣花姑娘在绣花一样 一针一针的缝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 往上贴 真的是 所以我写书 为什么呢 大家看了明白 就是我真的是细细的去缝 去补 去 去 葵花宝典 这个沈莲浩 是练葵花宝典 他说 好 就是这位老师 来问我的 他提问得很好 所以他很细心 很细致 非常棒 所以我们需要 很多的这样细心的老师 OK 刚才说 看书太无聊 还听老师讲 好 我讲一听 他讲来看 第一词 第三词有两个 hear 第二个 hear 位于是 is 但后面是两个名词 定列 我想问一下 这是是否 因为在该语句 两个名词是个整体 不是整体 我刚才解释清楚了 就像 a shoe tie 看到没有 这是一套 这是一套 散和外套 没法成为一个整体 是不是 散和外套 天然是分开了 可以讲 OK 女的数成不是 好 here are some teachers to John 问 who is fine 这是约翰五岁的照片 那么照片 pictures 复数吗 和刚才那个 your umbrella and your code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OK 等等等等 好 他考虑非常多 所以很细心的 OK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知道 这他什么时候问我了 今天早上6点14分 我还跟他 给他回了 我刚好 刚刚睁开眼睛 看 他6点04分问我 我刚好拿手机 我6点04分就回他了 他一问 他说 您看一下 我竟然给人家 我一会看看 今天要讲 你赶紧看 手机不能上完 OK 后来我看了 我琢磨琢磨 后来我注意到 两个诱饵 OK 就解读出意思了 OK 好 看这里来 看这里 好 这贴哪个 贴哪个 Here is Here is Here is OK 这个解读什么 Here are Here are your umbrella Code Here is Here are OK 所以是不是要细心 那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限定词有没有 导致你这个 前后是不一样的 要不要细心 真的要细心 真的要细心 所以你要是很出之大业的 很大概的 一定英文一定学不好 所以跟着我学英文 至少让你学会了 针线活 这个意思 我的神呀 真的这样 所以听好 你们跟马逊老师学 一定会意识到 原来英文是如此的细致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99说还在练脾气 急不得 所以我就是很耐心不急 尤其我对学生永远是非常耐心 26我这么不会都没问题 我带你读一百遍 所以你们今天才第一次课 学的往后 跟我学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会越来越意识到 第一 英文是个细字活 细心活 第二 你会越来越了解 马逊老师对英文的理解程度 因为你时间短了 你无法知道 我对英文了解理解的程度 所以我是希望你们 跟我时间长 越长 你就越会震撼 可以说 马逊老师对英文了解 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会给你看过那个戏 老外都觉得很 一个外国人 外语人 能对英文了解 这么深入细致 对吧 所以我属于慢热的 你跟我时间越长 你就越知道了解 我对英文了解程度 慢慢来吧 好 讲完之后 我写完之后 我又跟我的外国朋友 去交流 去问他 是不是怎么回事 他说了 I would use is in the center of Europe 我就写了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他会用is 他们说了 but if you leave out the second year 但是呢 你在第二个例子 把your 去掉了 那么我们就得用r 写成 here are your umbrella in the cold 听见吗 我的外国朋友 赞成我的看法 赞成我的看法 我怎么解读出来的 我就从 物主代字解读出来的 ok 这物主代字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老外不是学名乱家的嘛 听见吗 ok 所以你看出学名乱和细心吧 然后这个细心决定 你的意思还是r 对吧 然后整个语境不一样 对不对 意思有差异的 ok 好 这个就明白了 好 刚才卫议东西讲完 诸位一致 诸位到转什么 但里面内容特别多 特别多了 好 这个是非卫议问题 那非卫议问题涉及到 swayman 还涉及到什么 to swim ok 还有分词等等的 因为它表示两条语正在游泳 所以用分词表示进行 正在游泳 所以我们听说swimming比较好 正在游泳 下来就说 that are swimming that are swimming that are去掉了 ok 就是swimming 好 因此呢 一个简单句子 有这么多语言知识 那么非卫议动词 有三大类 动名词 不定是分词 ok 但内容也非常复杂 我只是列个标题体系 背后内容特别多 分词最难 三大卫议分词是最难 不定是是最繁琐 不定是是最繁琐 动名词是最简单 相比较而言 三大卫议 动名词最简单 不定是是最繁琐 但分词是最难的 最难的 ok 以后你就会都会跟你讲 到高级再会讲 好 现在分词动名词分不开 没问题 我专门有一个课件 详细讨论分词的RNG doe和动名词的doe 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很多书不分 但我建议大家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用法语境 意思各个都不一样 所以不区分是非常遗憾 我是强调要区分 分词动名词和动名词动名词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什么时候讲 大家到高讲 好 我讲完全不一样 我怕你们没感觉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挺好 我每次讲课都会超时 为什么超时 因为我就想多教给你们东西 就是这样 每次讲课 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好 Flying Plains 后面填什么 填什么 后面填什么 填Is是一个意思 填R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有很多很好的课件 讲这个 往下看 我刷了 我刷白板 一会儿你就看到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看一下 操下来 想想看 有什么区别 现在看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们对 分子RNG和多明填RNG 区分不了 很正常 区分不了 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么遇到RNG 你很多时候 会无法真的理解它的内涵 比如说 我这两个什么意思 好 我要填Is 挺好 填Is 意味着 Flying Plains 整个的是一个 完整整体 这个单数 这个单数 足以是Flying Plains 这个 这个 这个一个整体 那么怎么理解呢 就理解成 驾驶飞机 或者开飞机 开飞机 驾驶飞机 所以 这个Flying 就是个动名词 Plains呢 是动名词的兵语 然后合在一起 是动名词 短语做主语 动名词短语做主语 它是动兵关系 动兵关系 就是驾驶飞机 这件事情 是非常危险 Is dangerous 听懂了吗 而第二个呢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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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是 Plains Planes Planes 一个人做主语 一个人做主语 然后长得飞机 它自己在飞 飞机 自己正在飞 就正在飞 想在飞机 空中正在飞的飞机 上面是驾驶飞机 这个事件 底下是飞机 这个事物 这个物体 这个飞翔的物体 一样吗 不一样 上面这个 Flying 这个Flying 是现在分词 上面Flying 是动名词 听懂了吗 不一样吧 所以底下这个 我可以改成 改成 Plans That are flying Are什么什么 看一下 对 Skullin总结非常好 第一个重点是 Flying什么东西 驾驶什么东西 Flying什么东西 第二个重点是 在Planes 然后用Flying 分词 描述 描述 Planes状态 是正在飞的 天空飞的飞机 所以第二个 可以改成 Planes That are flying Are 所以这个 Are flying 现在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 不正是表明 Flying是分词吗 听懂了吗 但这只是简单例子了 还有很多其他区别 好 我擦掉了啊 都看到白板了吗 看到了啊 看到了是吗 我擦掉了啊 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是吗 所以呢 表面上看啊 不看卫动 表面上看 Flying Flying 上面Flying 其实有动名词 接定语 底下Flying 分词做定语 来定Planes Planes是核心 Flying是定语 上面Planes是冰语 Flying 动名词 都让你做主意 所以每次课 是不是都觉得脑洞大开 每次课 都让你们 怎么讲 视野开阔了 是吧 脑洞炸开 进去 我讲考验南剧也是 讲考验南剧 学生也说 每次课都是 都有震撼 思维的颠覆 是吧 为什么学校的老师 不这么教 Psycho Psycho 你这个问题 我也被我的学生问过 也被我的学生问过 我每次讲了这些东西 然后学说 马上老师 全中国那么多英文老师 难道就没有别的老师 像你这么讲吗 难道别的老师 不知道吗 那我回答是 我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 反正我就这么教英文 反正英文就是怎么样 我就把这么教给你们听 明白吗 OK 然后我做教师培训的时候 给教师做培训的时候 然后我对 比如我把我对 实态的理解 对贯词和实态之间关系 对名词可说不可说理解 对很多微妙的差异 讲给他们听 讲完之后说 马上老师 你课讲的是好 但是你知道 不行 一般老师学不到 你这样讲课 其他老师学不到 不行 其他老师讲不了这样 还是按传统一段去讲吧 你知道我每次给老师 培训板 是 马上老师 你讲的是好 但是高校老师讲的 他们不会这么讲 不会从这幅角度来看 所以每次到这我就很无语 都是不看细节 不细致 不是专严 我这怎么来的 也不是我拍脑袋来的 也是我专严 专严严严严严严完之后 发现 发现完之后 跟老外去交流 去求证 跟母语人去求证 我会提出很多假说 很多解释 解释对不对 要经过验证 通过跟老外去验证 还有验证完了结论 我要在实践中 在实践中 在英文实践中去检验 大家能听得懂吗 就你一个结论 你一个结论 你一个方法 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检验的 对吧 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检验 是不这么回事 所以我经过无数的检验 证明是对的 我才会跟你讲 所以的确 我必定是下了苦功夫的 没错 因为我是个笨人 笨人就下苦功夫 下笨功夫 才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在英文方面 我真是下了苦功夫 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英文的 我看了那么多的 问题我不懂 我也不懂 我也困惑 我就去一点点去解 所以你们问了我的问题 你们问了困惑 我都有过 只不过 我给它解开了 解开了之后 我想 既然我有这个困惑 我可以做一个中国人的代表 至少中国 学英文的人代表 对吧 我在学英文过程中 遇到这种困惑 遇到这种困惑 我相信其他中国人 也会遇到这种困惑 只要他认真思考过之后 他应该也有困惑 除非他无所谓 不注意细节 就看不出困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 我看一文一大堆问题 我看一文句子发现 一大堆 这个句子中文写不出来 那个句子中文写不出来 因为里面太微妙 太多东西 也设计到东西了 OK 好 继续往下讲 所以我就下笨功夫 下笨功夫 所以我一个定义从具 能写出二十多万字 写出一本书 一个比较从具 能够写出一本书 一个条件从具 条件从具 转意从具 能够写出一本书 都是我看到了 万千世界里面 太多的变化 太多的实态 太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简单的说 我会翻译就行 我会读懂 关键你有时候 其实是没读懂 不要刚才 here is your coat your umbrella 其实就没读懂 对吧 你那一字二看不出来 就没读懂 你看 好 三段飞有语讲完了 所以 有两条小鱼 一直在游泳 朋友们看到没有 有这么多语言知识 在背后 对吧 为什么用R 为什么用Z 为什么用Fish 不用Fishes 这Fish里面有多少知识 对吧 这个swimming怎么回事 对吧 你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 不容易 好 这我们看 下面就说 and they happen to meet older fish 是young older 小鱼大鱼 这个大鱼是年长的 是吧 然后swimming the other way the other way 那么就逆向 反方向 为什么反方向 方向就两个 对着方向不就两个吗 对吧 你相对的方向 对吧 斯高里说 全中国教材 都应该有马远老师 变写 不敢当 不敢当 我变不了教材 有很多专家 很多专家变教材 我又不是专家 我哪能变教材呢 好 这往后看 这赫是一个什么 定义从去 这个定义从去 定谁的 定前面一个大鱼 大鱼 好 谁跟 让指什么 这小鱼 代字指代出来了 大鱼对小鱼点头说 morning boys 孩子们早上好 还有个water 这个谁怎么样 用the 用thewater OK 好 考研应语恢复语法题 张老师去命题 秒杀全国考生 这是语心说的 语心这说的 也可能吧 因为我知道 中国人哪里不知道 没错 我知道中国人哪里不知道 OK 所以玩意听过也难了 玩意听过也设计到很多语言的东西 好 接着晚上讲个故事啊 嗯 那么这个who呢 是定义从句 那定义从句呢 都可以还原成简单句 所以我把它大鱼还原出 the older fish knows at them 是吧 the them is the two young fish 你看 the two young fish 中位限定词 后位限定词 实用词 fish 名词 对吧 好 我知道我讲的细致 你们不要嫌烦 你们会嫌烦吗 因为 我就为了给你们打基础 你明白 就为了给你们打基础 你细致了 对你们将来有帮助 对你们今后有好处 真的 一定要细致 所以我要给你们 其实我这么讲 是为了培养你们一个好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细心 要特别细致 每一点蛛丝马鸡 都不要放过 这样你功底很牛 就非常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 有没有功底 不是看大概 是看你对微妙的细节 把握了没有 掌握了没有 好 定语重句可以还原成简单句 大于对小于点头说 向他问候 好 那么这个引途就定语重句 那么重句篇了 重句篇写了 基本句型 后面会讲 然后四种类型 五种句型 四种类型 什么陈述句 什么 疑问句 起始句 感叹句 对不对 然后主要是三大重句 名字重句 定语重句 和状语重句 好这三大重句 我写了好几本书 对吧 写了好几本书 专业重句要分开写很多 所以里面内容都特别多 好 不管怎么样 总之 你以后学英文的体系 就是我今天给你的 前面讲的名字短语篇 我们简单回馆 名字短语篇呢 有名词 然后名字前面 有两类限定词 然后加形容词 然后还有代词 还有介词 然后动词分 谓语和非谓语 那么谓语分 实态 语态 还有接下来是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完了之后 情态动词里面有虚拟器 情态动词和虚拟器 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虚拟器 其实是情态动词 过去式 四个过去式的用法 虚拟器讲完之后 还有主位道章 主位音这种问题 也是动词方面的问题 对吧 然后重句 主要是 五种句其实是最基本的 OK 后面会讲到 然后三大重句内容非常多 内容非常多 所以讲起来 英文的语法的体系 大概就这些 当然我这 我这 是比较 怎么讲 比较常见的 因为还有很多 其他内容 我没有加进来 我没有加进来 不过你们把这些找 我就已经很 很可以了 很可以了 OK 好 许昕问了 二十多本书 啥时候出版 都啥时候出版 今年会有 真正会有 其实真正会有三本 今年会有三本 以后 如果爱子重句 大家明后年会出 比较重要的重句 我当然明年会出 因为全都在我电脑里 我都写完了 我都写出来 写爱子重句 我都写 爱子一个爱子重句 我写了十几万字 都在我电脑里 我去年只有整理出来 就想出 他们说 马上说不行 你在爱子 谁管爱子 这爱子出来没人看的 还就是我傻 是吧 就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闲着没事干 专门去研究爱子 你知道爱子 我研究了大概是 专心研究了 我是13年 把前面这种系统 我花了半年时间 去专门去整理爱子 引导的重句 各个人的重句 其实你要稍微看一件 难的文章 或者考研考研 什么经济学 什么很多难的文章 里面就会有大量的爱子 引导的重句 而且结构更有样的结构 对吧 但你看新加年印则 恐怕爱子重句 我不知道 估计也很少 新加年二次都有爱子重句 新加年二次有些爱子重句 就很难 我就不知道 小老子会怎么讲 新加年二次里面 有很多很难的爱子重句 其实 不是说简单表示时间 表示原因 不是那么回事的 那红包就说 爱子一直很困惑 对吧 困惑就对了 里面有困惑就对了 为什么 就里面太多东西了 爱子的结构太多了 早时间我给你讲讲新加年 新加年是什么好交代 好 整个了 整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然后就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这个water 为什么一个有热 一个没有热 周里说 听张老师课能减肥 是吧 一直没吃饭 吃饱了再来听课 不是啊 有热的是 是说 大鱼 知道周围这个水 就问这个小鱼 周围的这个水 质怎么样 水怎么样 就对水的特质 听明白 对水的特质 所以大鱼问小鱼说 孩子们 孩子们 周围的水怎么样啊 它的特质 他们游的周围的那个水 怎么样 特质的 然后这两个傻蛋 这两个傻蛋小鱼 小年轻鱼 继续往前游游游游游游 游了会儿 最终eventually 其中有个小鱼 扭过头 看对方 然后问道 哇靠 到底什么是水啊 What the hell is water 是吧 那这个 这个water是强调什么 不是特质 是泛质 强调水这个物质 水这个东西 到底是啥呀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语境 你这个水 是不能加热的 所以这个有热 和没有热 导致这个语境 意思完全不一样 是吧 大鱼的意思是说 小童谣 你周围的水是怎么样 才能你周围的水 特质水 底下 这两个小笨蛋 压根就不知道 水是什么东西 才能物质的 明白意思吗 好 这里说goes goes就是说话 goes就是说话的说 相当于sense 相当于sense OK 可以用法 goes说出来 这在考验中 文章中是有这个goes 就是说话 你想相当于sense 好吗 好 所以这个 要不要 听懂了吗 意思完全不同 意思完全不同 好 最后再问大家问题 那对鱼的定义 看见没有 an animal that lives in water 什么叫鱼 鱼是在水里生活的 在水里生活的 它的水是特质泛质 特质泛质 泛质吧 有没有热 没有热吧 对吧 没有热 所以朗文词典 不能听热的 因为脑袋写的嘛 它的脑子里下就是泛质 所以就不会有 in the water 要说 in water OK 好 那么下面这个water 前面有the 并且water本身 还加了s 这个water不是不可数吗 加s怎么解释 the waters 这个加s又怎么解释 好 这是属于名词 可数不可数 s加和不加的 含义区别 我们后边会详细讲到 这样留个疑问 回家自己继续研究 这个water加s什么意思 the又什么意思 不加s什么意思 下次我们会讲 好吗 好 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故事 把英文的系统的体系 呈现给大家 并且告诉你们 学英文要细心 不细心 你英文肯定学不好 肯定学不好 好 所以词为于说 名字真的是个巨坑 这句话说的特别棒 名字真的是个巨大的坑 比啥都难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 OK 我今天只是通过一个fish 这个小词 讲一句给你看 对于名字你要怎么看 OK 好 回家还要看书 第三到第六页 第三到第六页 好 第三到第六页 就是讲名词短语 怎么回事 我下节课 就讲名词短语的构造 然后下下节课 告诉你 名词可数不可数 怎么去看 思维上怎么看 OK 所以今天看书的内容很多 回家作业 就是看书的内容 然后回家 还有个作业 挺好 请大家回家 给我找名词短语 怎么找 你就是找英文 你随便看了一篇英文文章 你就把里边的名词 前面的使用词 前面的限定词 合在一起的 你给动笔画出来 好吗 画画画 你就找 这是名词短语 那是名词 你又能看出 在一篇文章中 大量存在的名词短语 大量存在的名词短语 所以名词短语 是造句的一个 非常最重要的要素 最重要的主要元素 可以说是 足语是名词短语 编语是名词短语 补助也是名词短语 如果说动词是 句子的骨架 那么名词短语 绝对是 一个句子的 除了骨架之外的 就是那个 那个房子的那个框架之外 那个混泥土 那个水泥砖 是构成句子的一个 怎么讲 原材料 OK 所以回家找 给我找名词短语 好吗 有限定词形容词名词的 如果没有形词 关系定词名词也可以 没有限定词 关形词和名词 或者没有 没有 我都乱了 没有限定词 就是形词名词 或者没有形词的 就限定词名词 或者他们都有的 听闻吗 各样的名词短语 找出来 找出来 下次课 我来给你分析 名词短语的结构 好吗 去你课后 给我找出 大量的名词短语 这也是你的预习 相当于 好吗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 我们就再见了 辛苦大家 周三见 晚安